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捷運松山縣目前加緊趕工 台北市長好龍斌上午宣布 年底前將正式營運 而且確定新電線也要跟淡水線分家 不再直達台北車站 反福茂雄韻擔心台灣香港化 其實在台北市東區商圈 店面就出現香港化的情況 因為租金高漲 只有國際品牌有能力成租 無法負擔租金的本土品牌 只能陸續往香弄裡開店 被擔心是香港灣仔的縮影 前世界球後曾雅尼昨天受訪時首次表示 希望六年後像網球名將阿格西一樣退休 開體育學校 並希望代表台灣參加重回奧運的首屆高球賽 新唐人雅尼電視報導